剛才我們跟Richard有談過 DadeCode 一個很有名的 在香港也算知名度高的 一個startup 在內地也有不錯的成績 另一個就是Prediction I.O 其實你最近這幾年 是不是都留意很多 這類Machine Learning也好 人工智能 AI也好的一些投資項目呢 其實我自己的背景 我在Microsoft Research 也有做過一段時間 其實在五年前 開始已經有很多 是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投放 不過那時候 又不敢跟別人說是AI 因為告訴別人是AI 你找不到工作 我們就說 那時候還不是很吃香 還不是很吃香 就說我們做Computer Vision 那些東西 其實有幾個主要的 轉 Tipping Point 其中一件事 就是現在的算法 已經比以前 十年前 五年前 已經進步了很多 是 譬如好像有一個 Image Net 現在那個 Recognition 那個能力 已經去到超過95% 意思是什麼 比人更加準確 去看到 這張照片是隻狗 是隻貓 或者是隻帆船 之類 已經比人更好 人類的 recognition 是 另外一方面 就是你看到 就是說 做了計算的 做了計算能力 人才 和數據 已經量化 已經多了很多 所以會是 現在的AI 是一個很大的 Tipping Point 所以我們 也投了下去 例如 Prediction I.O 他是五個 PhD Students 他們都是很厲害的 這方面專門 去做這個 Machine Learning 不同的行業 幸好 就很快 已經被 他們好像也是 香港人來的 團隊 是的 其中的Simon 是的 還有Justin 你都認識了他很久 我都認識了很久 都是香港人 是的 那他們現在有這個 Acquisition之後 他們的下落又是怎樣 可以說一些 現在在這個Salesforce 那裡 他們就 帶領一個團隊 好像叫做Einstein Project OK 就把他現在的 現有的 平台 就開放給 這個Salesforce的用戶 去用 明白 但是你也算是比較早 去 就是 選中了他們 都可以說是一個 在AI 還未像現在 那麼Hit的時候 已經投資了 可不可以說是一個 已經有所收割 收成 都可以這樣說 其實我們佈局 就比較早 因為其實我們 所投的範圍 由很早期到A輪 B輪都有 當然你最希望 就是在 封口來之前 做好佈局 是的 有時候就可以 尤其是在美國 那裡 M&A的比較多 就是很多時候 當然你 有IPO 是的 但是這件事 是可遇不可求的 其實有M&A 好像Prediction I.O 賣了給Salesforce 其實不是已經是很難得 以及差不多最好的Exit 可不可以這樣說嗎 其實有Exit已經是一個很好的東西 其實投資是很容易 拿回報 有時候是很漫長的一個時間 當然有些人會說 我當然要等到IPO 但是我們的看法 可能未必一樣 我說 如果我投資了一兩年 它回報有幾倍 五倍十倍 其實很好 不需要等到一百倍回報 明白的 現在是否比起當初你投 譬如Prediction I.O.的時候 多了很多AI的start-ups 以及比較上來說 現在再投AI-related的project 和以前Prediction I.O.初期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分別 當然是有 好像我們最近track 美國應該有超過一千間AI的公司 中國都有五百多 接近六百間 也不少 不少 不少 當然就是說 如果你是說 量化來說 如果你要每一間都看 其實就是聽體力的 我們早前看 其實主要是看人 因為我們認識assignment 其實很早就認識他 一直都在看 你有下一個項目 我們覺得OK的 這裡有一個check在這裡 你下一個告訴我 我們就來 其實我們很著重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這是亞洲色彩的 我們 我們在AI聊天 下一節回來再聊 下一節再聊 我們就來看看 我們會不會有些 好看 我們會不會有些